好,下面5C将不将record这一条 这一条非常简单 说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你当前对任何的研究对象的话 应该保持一个record 什么对象呢 一般是两大类 一个是业绩,performance 一个是研报 研究对象 研报啊,模型啊,这样子的 好 这部分的话 两个东西统称叫做supporting data 这也是一样 叫supporting data 注意到 这个什么东西呢 是交易记录 比方说 你在2010年5月1号 买了A股100股 在6月30号卖掉了赚了20块钱 就是这个记录 那么未来的话 如果我怀疑你业绩呢 你把记录给我看 所以这些的supporting data的话 属于是交易记录 那么这个呢 比如说我们那比方说 你去现场访问 on-site visit 你去上市公司现场访问 the record 比方说你们meeting minutes 跟对方董事会 什么成员进行沟通啊 对于会议记录 或savine 的问卷 这些 这些是什么 我对于得到研究结论之后呢 当中过程中的这些过程文件 我都要保存下来 好 那么这部分考什么东西啊 第一个 如果你到了新公司 这部分注意啊 你到了新公司 然后呢 你没有跟老公司 获得许可 带走以上这两项东西的话 你到新公司 你哪怕老公司同意 你也不可以使用什么 你历史业绩 以及呢 老的模型 是不可以使用的 注意啊 如果老公家同意说 好 你带走模型吧 但是 没同意你带走supporting data 那么你到新公家的话 这个模型 依然是不可以使用的 此时 如果你使用的话 你没有违反什么 对雇主的忠诚 因为雇主同意你带走的 但是呢 你违反什么 违反了recorded retention这一条 我们说过 任何的模型和业绩 必须有什么 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在里面 好 那么换句话讲 那么各位想 如果老公家 不允许我带走这个recorded retention 这个record 但是呢 我自己私下带走了 我带去这新公司 好 这个时候 问大家 我违反了对雇主的忠诚吗 违反了 对吧 因为他没同意 我带走了 等于是窃取资产 那么第二个 此时 我有这个recorded吗 我是不是违反recorded retention这一条呢 我记录是有的 但是是老公家没同意我带来的 算不算 注意 是不算的 OK啊 如果老公家 并不同意我带走recorded 我通过偷窃方法 copy走了 到新公司 此时的话 这些recorded的话 视同没有 因为你不是以合法手当获得的 视同没有 所以你依然违反了recorded retention这一条 OK啊 总结一下 这个是个异错点 注意一下 第一个的话 是老东家 如果你是老的old employer 我同意你带走什么呢 带走 只是带走模型 model 模型可以带走 但是呢 recorded 我没同意你带走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你去到新公司 new company OK 此时的话呢 你如果展示 或者你使用这个模型的话呢 你就violet了 recorded retention这一条 缘反这一条了 OK 但是此时怎么样 你没有违反 not violate 对雇主的忠诚 duty true employer 好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的话 我们换个颜色 好 此时的话呢 老板依然怎么样 不同意带走这个recorded 但是呢 我偷偷copy走了 我带走了模型 啊 模型是他允许带走 并且呢 我copy了 我自己撕下 copy record 乍看我是有这个记录的 但即使什么 由于就记录是非法获得 事后没有 所以此时的话 我violet了 两条 both 都violet了 OK 自己注意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好 然后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这条呢 是最主要的 就是他把他和这个对雇主忠诚 结合在一起来看了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就是只有一个东西了 就是注意一下recorder属于是公司的资产 那么不是你的是公司的资产 然后呢 呃这个我们在保存的时候的话 我们是接受你可以使用电子板 也可以使用啊 你可以使用电子板 你可以使用纸质板 都可以啊 然后呢 注意保存地点 协会没有要求 你放在公司办公室也好 你放在仓库也好 你进行异地报备也好 储存也好 都可以啊 地点没有要求 好 那么再往下 时间呢 是有要求的 好 呃 协会这么说的 如果你当地有规定的话 就服从当地规定 如果当地没有规定的话呢 协会规定是七年 但注意啊 此处打个小 信号 注意 此处的话 没有 注意啊 是没有更严格一说 并不因为协会的时间较长 就认为应该服从协会 比方说当地只要求五年 那么你就五年就够了 五年就够了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七年啊 此处没有更严格一说 注意 好 那么这部分的话就全部讲完了 就一共就这么两条 好 那么上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ase题啊 这边一共是有三case题很少啊 三case题 好 第一个 他说呢 one of 啊 air的一个客户 当前抱怨说什么呢 他的一个投资组合啊 啊 benchmark啊 他呢 是这个 他一个是跟踪benchmark的一个组合呢 是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 他跟踪是一个科技反块 这个时候的话 ips啊 就客户的ips呢 就显示说呢 当前的话呢 呃 整个组合的啊 一个benchmark 哈佛佛六的一个情况呢 权重呢 都是符合啊 当前ips所限定的一个情况的 那么同时的话呢 呃 那么这个配配比权重的话 客户呢 也是知晓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就说明 经理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当然有个条件是什么 你有ips record 你要证明啊 比方说你说 我跟客户说 我们当初双方同意的 你也知道的 客户说你给我看记录 没有记录 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ok啊 所以说 所有相关业务相关的资料 应该统统保存下来 啊 对吧 各位在金融行业 也知道 基本上 金融行业的话 只要跟这个业务相关的资料的话 都是基本要就是永久保存的 啊 永久保存的 这样子好 那么再往下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case啊 他说啊 Y同学是一个奢侈品零售行业的分析师 那么他最近呢 呃 他的报告呢 是有很多的来源啊 这个数据的很多来源 包含了上市公司现场访问 包含了跟管理层的面谈 包含了跟客户的survey 就是调查 以及呢 会买一些一些其他这个分析师的一些报告 这样子 好 那么就是说了 他做这么多事情 的话注意他必须把record的保存下来 那么第一个东西 你看啊 onset village 的话 那么相关记录 你要保存下来 比方说你事后的话会写一个总结报告 会把一些你收到的数据会留下来 这些是要的 那么如果跟对方面谈的话 面谈的会议纪要 或者说你们现场有段录音 这些的话要保存下来 那么第三个survey的话 问卷 电子的或纸质的这些问卷的话 你要把它保存下来 survey的问卷 好 第四个的话呢 对方你从第三方这边买了些研报 那么你购买的记录你要保存下来 这些通通证明你是对于这个问题是经过了些什么研究和审慎分析的 这是这个目的 ok吧 好 好 再往下 连不认为了 这一条 两条都连反了 因为数据来源有问题 视同没有 你就这么想 各位都听说听说过当年很著名的这个叫辛普腾杀奇案 听说过吧 对吧 当时为什么这个人最后能够脱罪呢 因为警察在收集关键的证据的时候的话 那个收集方式是没有符合流程规征 没有符合流程的 所以法院拒绝承认什么 那个政务 那个关键政务 还是把刀吧 是一个凶器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脱罪了 这样子啊 那么也是这个人是著名的体育运动员啊 耗负了很多的钱之后才得到结果的 但是就是说 如果你采集证据的程序 或者说你获得recorded的这个程序 不正确 不合适的话 这个record的话 视同没有啊 视同没有 好 那么我们来看到题目啊 他说啊 这个GS同学CFA 那么他自己呢 在Downtown 就是市中心 开了一家资款公司 然后呢 为了减少租金开支呢 每年S的话 都会把那些去年的研究的记录呢 会存到邻近的仓库里面去 好 这是一个事情 那边的话 那些信息呢 会把它啊 电子化 会以电子化和纸质板 两种形式进行保存 好 那么五年以后的话 所有的纸质板都会被销毁 之后呢 只保留电子板 好 那么再往下 那就是问题是说 那么S这种记录保存的方式 是不是符合协会要求 符不符合 完全符合 对吧 地点 我们说过没有要求 时间的话 协会七年 一般的话 你付出当地就可以了 形式的话呢 可以电子 可以纸质 它同时在前五年 同时保存了纸质和电子 其实是有点over了 没必要啊 它保持一个就可以了 五年之后 协会纸质 没问题的 有电子质存在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好 这边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好 我们下面来看第六大条 第六大条 讲的是利益冲突的披露 6A 利益冲突的披露 好 整个6A 整个6啊 都是说的是利益冲突 那么我先解释 什么是利益冲突 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瓜田里相 这就是说 你不要在梨树下 整理帽子 不要在瓜田里面 去整理靴子 为什么 让别人感觉 你在偷他的东西 当然你肯定没有偷 但是呢 你的行为 引起对方的怀疑 以为你在偷 这就是什么 利益冲突 就是利益冲突 那么怎么解决呢 非常简单 披露就可以了 对吧 比方就把帽子拿下 你看你看没有 没有就好了嘛 OK啊 所以说遇到利益冲突 并不可怕 只要披露就可以 整个这条的话 核心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利益披露的话 你只要披露就是关键 披露是关键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条 那么第一个 他是说啊 披露的话呢 你必须进行完整 和充分的披露 好 那么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呢 你会伤害客户的利益 会伤害潜在 这个合格潜在客户的利益 以及伤害雇主的利益 这边做个划断 注意了 虽然说在文字上 它包含了雇主 但注意了 一般我们讲的 还是对客户的一个利益的伤害 利益冲突 如果是对雇主利益上的冲突的话 我们会放到对雇主忠诚里面去讲 所以这条 虽然有文字存在 但是做判断的时候的话 你还是把它看什么 对客户的利益的伤害 而不是对雇主的 注意啊 那说是雇主的话 一定是放在雇主忠诚这条里面去解释 会有更加直接的解释在里面 不是在这里 不在这里 好 注意一下 好 这是一个 那么下面第二个的话 它是说呢 在解释的时候的话 请尽量使用直白的语言 因为叫 plain language 直白的语言 你不要讲的会声会色 大家听不懂就不好了 直白的语言 好 这是两条 比较 比较 简单的个原则 好 下面开始呢 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场口的场景 给各位一个个说出来 在哪些场景之下 是需要去披露的 第一个 叫遗产继承场景 遗产继承场景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 当前呢 我要去研究中石油的股票了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继承了中石油 30万股的股票 我怎么样 我变成利益受益人了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股价上升 我是受益的 对吧 所以呢 我是有冲动 写篇好的言报 拉高股价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的动机 就和客户的动机怎么样 形成了利益冲突 那么这个时候 我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是不是要把股票卖掉 还是我不能写这个言报呢 注意都不是 你只要披露就可以了 你只要披露就可以 OK啊 在文章中的话 他还写了一个叫做 best practic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金额太大的话 你光披露 我还是不放心 你要么还是不要写了 比方说 我当前继承五亿股的 这个中学股份 那么这个时候就担心了 对吧 你拉个涨清盘五千万 我觉得五千万的话 对吧 足够 说卖我们的灵魂了 对吧 可能一般人还不需要 五千万就够了 对吧 所以就是说 金额太大了 那么这个时候 最好你还是当心一点 当然了考试啊 所以这只是我们 一般行为中 你可以这么判断 考试的时候非常简单 只要disclose就可以 注意啊 考试只要求你知道disclose 一定是disclose 既不要求你卖掉 也不强制你不写 只要你披露就可以 好 这是第一个 叫遗产场景 那么各位注意一下 我刚刚说的是 三十万股要披露 那么假设说 我当前只有一股 我要披露吗 我继承了一股 假设要 假设他可以继承一股 一股要披露吗 注意也必须披露 跟多少没关系 哪怕是一股 你也必须披露 好 这是第一个 叫遗产场景 好 那么第二个 我们说的是 你有什么东西 你要告知不足的呢 有以下两个东西 第一个 你个人持仓记录 注意啊 personal trading 叫做个人的持仓 和交易记录 比方说 这个月我买了什么东西 我还有什么东西在手上 我要告知雇主的 像这种披露的话 都是定期的 一般都是要求 每季度和每半年 向雇主披露一次的 好 那么第二个东西的话 叫做 all side border membership 叫做 这个在外部的 董事会席位 董事会的席位 你要告知雇主 比方说 我当前 担任了某些公司 总是会席位 我要告知雇主 好 这两个 目的是 让雇主判断 你跟雇主的其他业务 会不会产生一些利益冲突 在里面 好 这是对雇主而言的 对雇主而言的 好 第三个 咱们是对客户而言的 对客户而言的 第一个呢 在三 写这里 第三个 第一个什么呢 如果你担任标的公司 注意啊 是这里就是标的公司了 是你研究对象了 比方说 我当前要给中石油写研报 我发现我们公司是中石油的这个财务顾问 或者是对方的什么做事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注意了 我们跟对方中石油有业务往来 那么我写研报的话 可能就有利益的动机在里面 这就是有利益冲突 你必须要告知客户 所以这是指标的公司的关系 如果是非标的公司 要不要讲 不用讲 跟客户没关系 没关系 好 第四个的话 是个人持仓 注意啊 这是指持有标的公司的股票 你要告知客户 所以第四条跟第二条 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告知雇主 是你完整的全部持仓 告知客户 是你持有标的公司股票 要告知这个客户 没问题 可以啊 好 这边的话 有一个易错点 我们来分析一下 持仓 比方说当前 我要给标的公司写研报 然后呢 我持有标的公司股票了 比方说是某家公司 A公司 好 注意啊 如果我持有A公司的股票 要不要披露啊 要披露的 对吧 那么我持有A公司的call option 衍生品 要不要披露 注意 也要披露的 那么第三个 我持有一个Mutual Fund 大型的共同基金 一般说是large 大型的共同基金 那么它里面有一定权重 是投资了这个股 这个公司 此时不要披露呢 注意 此时的话 我不需要去披露 为什么 因为我的研究报告 并不会影响到一个大型经理的操作的 并且我也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所以我的研报的话 很难对方什么 实际上呼应起来 所以注意了 如果是大型的 共同基金的话 即使持仓有这个标的 我也没有必要相同性披露 OK啊 好 那么这一条呢 跟我们前面一个东西就要呼应起来了 前面讲什么 是MNI 内幕消息 我们说过 你自己not actor 也不可以让他人去act 对吧 当时说过 如果你持有任何消息的话 你该公司股票 你是不可以做的 那么 如果你是衍生品 derivative的话 你也不可以做 对吧 我说 如果你是Mitual Fund 还有这个标的股票 同样也不可以做 注意啊 这两点的话 有点新微区分 要注意一下 OK啊 好 来 我们再往下 那么第五点的话 说什么呢 如果本公司 有人担任标的公司的董事会席位的话呢 你必须要告知客户 注意 同样是标的公司的董事会席位 所以呢 你告诉客户的都是标的公司 你看 这第五条跟第二条又结合起来看 第二条是什么 是说 你全部的董事会席位要告知雇主 但只需要把标的公司 董事会席位 告知客户 就可以啊 好 然后呢 第六条 个人关系 个人关系 一般的就是指两种 一个是好友 friend 一个有感情在里面 一般什么什么 什么女朋友 男女朋友 这种情况啊 感情 好 那么注意一下啊 第一个 你说你跟标的公司的高管是好朋友 那你要告诉客户 那么怎么定义好朋友呢 我说啊 我们十年前是大学同学 好 一句话结束 此时我们认为是好朋友吗 不认为是 对吧 并不证明是好朋友 所以说 协会的话 他考试的时候 对于朋友的话 后面一定是有什么 壮与同学解释的 比方说 你们两家在毕业之后 还是经常在一起玩 什么双方的孩子 在同一个学校上学 你们的太太 可能在同一个什么 什么social这种 这个charity里面 共同做什么慈善事业 就说 你们双方是有很多交互在里面 此时我认为 你们是好朋友 你必须向什么 向客户进行披露 OK 好 那么第二种感情 比方说男女朋友 那么就是说了 比方说 曾经到提问室门所谈 他都说 有一个人 就是标的公司 反正我需要披露 然后关键person keyperson的话 在大学是我的未婚妻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 我们就分手了 然后十年 我们没有相互联系 那么十年之后的话 他成为了keyperson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十年前 他是我的未婚妻 我需不需要向客户披露呢 未婚妻听说的吧 对吧 那么要不要披露呢 注意 就不用披露了 为什么 因为十年过去了 十年过去了 一句话怎么说的 十年生死两茫茫 对吧 这个已经是消失这个事情 就不用再讲了 好 这个就是感情的事 那么这边有个小译文啊 注意啊 你当前的感情 你要说出来了 前几年 这个安勇 在做这个审计的时候 安勇的一个partner 跟这个标的公司CFO 谈恋爱了 在审计过程中 谈恋爱了两个人 然后呢 当然他们没有披露了 之后呢 也不知道怎么被SEC知道了 然后呢 就是美国证监会知道了 然后重罚 重罚 就是你们应该在这个报告中 要披露 审计师和标题公司CFO 在谈恋爱 你们必须说出来 那么也不知道SEC是怎么知道的 对吧 好 所以啊 这个情况就是 你当前感情 你要披露出来啊 好 那么这是六条 六条 好 第七个需要披露的 在这里 是一个费的结构 什么费的结构呢 是这样子啊 我写在后面啊 这边没有地方了 第七个啊 就是费 什么费呢 就是说 如果本公司对外宣称的策略 这也是长期目标策略 叫long term objective 但是呢 本公司的一个reward 是short term的 季度来发奖金的 一个reward 此时的话 这两者必然存在利益冲突 你必须要披露 你必须要披露 此时的话 如果你的老板拒绝披露 reject disclosure 那么你就不能再干上去了 你要离职 要离职 OK啊 好 这是第七点 那么下面的话 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各位简单看一看就OK了 好 以上七点的话 就是这七个场景的话 就是要求各位掌握的 我们说遇到这些情况的话呢 你必须要披露 就可以了 反正记住说 你发现当前存在利益冲突 那么最好的做法就是披露 一披露就OK了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题 来看题 第一个 W呢 再写一个关于这个V公司的研报 然后呢 V公司是本公司合并兼并收购部的客户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W的同事呢 同时还是V公司的董事会 下属机构的董事会的成员 好 问这个时候的话 要不要披露啊 要披露的 为什么啊 你想当前 本公司担任标的公司的什么 业务 对吧 你是他的客户 他是我的客户 我必须披露 然后呢本公司有人担任标的公司 下属的子公司的这个董事会成员 那么也必须向客户披露 OK啊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他说呢 DR是一个投资管理公司 然后呢 把自己本公司25%的股权 卖给了FNY公司 然后呢 在销售之后的话呢 本公司的CEO的话 就马上改变了对FYN公司的评级 从Sale变成了买入 然后呢 并且呢 把这个FYN公司的 commercial paper 商票 这是一种商票 就是类似于一种 类似于一种短期的证券 短期证券 商票的话 就放到了本公司批准购买的list里面 你想啊 这个东西要不要跟客户披露啊 要披露的吧 对方本来跟我是毫无关系的 也无所谓 现在呢 双方是合作伙伴 他有我25%的股权了 那我对他写言报的话 怎么样 必然产生利益冲突在里面 所以这之后的话 必须跟客户进行披露 披露 好 第三个 他说F同学的话 是一个研究分析师啊 那么他最近呢 推荐了K 他推荐了K公司 因为呢 K公司刚刚发明了一个 非常革命性的一个Copier 复印机 然后呢 他被要求写一个 对于K公司的一个 后续研究报告 这个时候 他太太继承了 300万K公司的股票 那么怎么做呀 批露就可以了 注意 我们还是一句话 你叫批露就足够了 不需要说 太太一定要把股票卖掉 不能是说 你不能写研报 都没有批露就可以 好 第四个 这个Robert 他呢买入了D公司 DMoney公司 10万股的股份 他的计划呢 把这些股份卖掉 当市场向上走的时候 好 然后呢 此时他被要求写一篇 关于矿场行业的报告 好 那么即使 他本人没有持有D公司的股票 Robert也会推荐D公司 作为一个buy 好 那么 而且他知道是什么呢 一旦他写了个buy的话 股价就会上升 好 基于这个情况 那么很简单 你必须disclose 因为你持有标的公司股票了 10万股不少了 你必须要持有 要必须要讲 OK啊 好 那么有一种情况 比方说啊 在香港 有一种股份叫先股 就是一股就几分钱 一股几分钱 那叫先股啊 他们叫 他们叫先股 好 那么比方说当前的话 我呢就 英文叫Penny啊 叫Penny 叫Penny Penny Penny是英文里面辨识的意思啊 就是就几分钱的意思 Penny 是好 假设说当前我持有对方几千股的Penny 是加在一起的话 可能一共就五十块钱 一共就五十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需不需要向客户披露呢 你看 在几十块钱股票 有必要披露吗 注意有必要的啊 刚说过 哪怕是一股 你也得披露 哪怕是一股 你也得披露 OK 好 那么再往下 第五个case 他说呢 D同学的话 他是管理的基金呢 是一个长期的投资目标 然后呢 在他的雇主啊 他们雇主 就是引入了一个bonus的体系 这个体系呢 是按季度为经理来算奖金的 属于什么 长期投资目标 跟短期奖金的一个冲突 我们说过此事 你必须披露啊 好 那么D怎么样呢 就改变了他的投资策略 买进了很多高beta的股票 就是高风险股票 然后呢 希望能够啊 扩张这个业绩 来获得更多的奖金 但这时候的话 这些策略都是违背了 客户的ips的啊 同时呢 这个也没有跟客户 及时沟通去更改ips 就直接做了 那么这肯定是违反的 违反他必须要什么 这个 这条说你必须disclose 你必须disclose 好 看第六个 这个W证券公司呢 经常呢 take agent options 他会呢 他什么叫agent option呢 这次解释一下 就是呢 我呢 可能给一个小公司 发股和发债 那么小公司 现金流比较紧张 他给我的回报呢 不是全部以现金支付的 他可能以一部分的option 来支付 就是现金加option 作为什么 一个我的用金 这类option的话 叫agent option 好 那么就是说 我呢 再给一些小公司 在发债的时候呢 通常呢 会收agent option 因为他的费也非常少 作为个补偿 好 那么再往下 ash同学的话 是W公司的一个总监 他呢 担心啊 fr公司的agent option的话 未来前景不会很好 可能呢 到期之后的话 没有任何的利润在里面 不可能行权 好 于是呢 他就联系了 f f呢 是本公司的一个 研究的一个分析师 同时呢 他本人也持有 非常大的一部分option 好 他就告诉f啊 说啊 当前 当前正好是一个 非常好的时机呢 给f呢 一些额外的什么 一些coverage 就是给他写些颜报 f呢 立刻心领神会 同意了下来 然后呢 马上写了一份什么 比较乐观的一份颜报 注意 写颜报 归你写 但是你必须什么 披露 你们是持有option的 因为我们说过 option的话 也必须披露 ok stock option 都必须披露 好 来看第七个啊 这边一共是 不少啊 12个case 好 看第七个 C同学的话 目前呢 被BC公司啊 他来接触了 那么BC公司呢 是专门给别人卖股票的 这么一家公司啊 他呢 就给C同学一个 additional compensation 说什么呢 如果你帮我们卖掉了 BC公司的股票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会给你 付一点钱给你 好 那么C呢 就接受了这个offer 但是呢 并没有向客户和雇主 进行披露 同时呢 他就把这个股份呢 就卖给客户了 注意这是错的 是错的啊 那他必须披露 这边的话呢 有一种这个用金啊 这种用金啊 你必须要进行披露的啊 要进行披露 好 那么这是第七个 看第八个 C同学的话 C同学的话 是一个小型投资公司的经理 最近呢 他被involve在一个 他做一个trustee 就是受托人 为一家非常大型的非盈利机构 在工作 好 那么C认为啊 没有必要把这事呢 来告知雇主 因为呢 他认为这个 这个 该公司的资产规模太大了 不会适与本公司来合作 你看他看不起自己公司 好 那么你想 这个情况下的话 他要不要把他在一个非盈利机构的 这么一个身份 要告知雇主呢 我们说你是必须告知的 是必须告知的 我们说过 如果你担任啊 在任何公司 你有持股 在任何公司 担任董事会席位 都必须告知客户 同样的 你担任trustee 受托人的话 也必须要 也必须告知雇主啊 告知雇主 为什么 因为你本人可能并不知道 雇主有一些计划 在进行中 一直是雇员嘛 但是雇主的 compress部门是知道的 所以当他汇总了 全公司所有的这些信息之后呢 都会判断说 当前有哪些 有潜在冲突在里面 所以他你可能本人 你认为 哎 没有关系 份额太大 但是你不知道啊 可能在其他领域的话 双方是有合作的 这时候的话 你必须要批评这个情况 OK啊 好 下面看第九个啊 Smith的话呢 买入了一个Russian的 俄罗斯的一个equity link note 这是指他的一个回报 和股票指数挂钩的一个债券 一个债券 那么note的话 这边一般是就是债券的意思啊 债券 好 那么买个俄国债券 那么这个债券的回报 是跟一个index挂钩的 那么他是挂钩了什么呢 是挂钩了一些 这个电信行业的一些表现 然后呢 是给自己的账户买入了 同时呢 并没有高知雇主 因为他认为啊 本公司对于这样的一个证券 并不会感兴趣 好 后面先不看 我们先说前面的做法 对不对呢 不对的 你的所有持仓都必须告知雇主 OK啊 那么下面才说了 Simmis呢 就接下来的话 Simmis呢 就决定说啊 本公司的话 也应该买一些这样的俄国债券 并且呢 写了份言报 并且得了个结论 说应该的 应该买入几只这样的证券 也包含他自己买过的那一只 那么注意了 这个时候的话 你持有标的公司的这个这个这个证券 你更加应该什么 disclose 你写言报了吗 你更加给disclose 但注意了 即使是前半段 他也应该disclose 因为我们说过 个人持仓 应该首先向雇主进行disclose 好 这是第九个 看一下第十个啊 这边呢 是说MP同学啊 这个案例又出现了啊 是周养老基金的这个CIO 然后呢 他把这个外报的机会呢 给了他的同学N 然后呢 这个整个通告呢 是在来年啊 计划来年来告诉客户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 利益冲突是不是存在呢 有没有利益冲突在里面 有的吧 个人关系吧 对吧 良好的个人关系吧 这个时候的话 你想商学院同学的话 我们还是要关注 在在在在这里 在在在在 在这里啊 这里 classmate 同班同学 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 还是要关注一下 好 那么当然了 这边呢 其实没有后续来讲 就是说 如果一般他真的考你这一点的话呢 他会对于这个关系啊 进行一些描述 你根据描述来判断 此时呢 这个人 这个同学跟我 到底是不是什么 是friend 也可能不是 也可能是 注意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十一题啊 这个韦德 是一个银行的信托经理 然后呢 有一家啊 W银行 offer了一个save fee 给他 希望呢 W能够呢 多卖他们的基金 然后呢 W就要求另外一个经理呢 做了个净值调查啊 发现说 这些基金还不错 他这是fairly valued 所以呢 所以呢 W就接受了这个 就韦德就接受了 W基金的一个offer 并且呢 exclusively排外的 就单独只向客户推荐 这些基金 他并没有披露这个fee的这个问题 那么打查是错的 他必须如实披露 很清楚 好 看第十二个case啊 当前的话 D同学为RM Bank工作 然后呢 RM Bank的话 他呢是 retirement defendant employee of a 10 这样子啊 这个D呢 为R D呢 本身是RM Bank的雇员 然后呢 该 该银行的话 有一个养老金计划 是DB Plan 是DC Plan DC Plan 好 这个养老金计划的话呢 会给他的雇员啊 提供十个大型分散化的基金 作为选择 这个我们解释一下 不然大家看不懂 Pension养老金的话 分两种计划 第一种叫DB 英文叫Defined Benefit 另外一种叫DC 叫Defined Contribution 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是DB的话 就是指 退休工程的话呢 你不用管他的投资的 反正你就是到退休年龄了 这个政府 公司给你保证说 你拿到多少钱 你拿就可以了 那么 但是对公司来说的话 我不可能是说 我到 比方说这个客户 这个工人 30年之后退休 那么我到他 要拿钱了 我再去准备钱 这是不行的 根据法律规定 你必须有什么 有Pension Asset 你当前必须先投入资产 存在一个账户里面 然后呢 这个资产的话 进行投资 叫养老金资金 然后呢 未来的话 能够应对 叫Pension Liability 我们要求是说 在每年的话 两者的话 最好是相等的 你大于没问题 小于是不行的 小于是说 你未来支付的总负债 当前的一个资产 是无法扣 这是不行的 你必须要持续投入资金 好 那么这时候就是说 那么这个资产的管理的工作 在谁手上呢 在公司手上 由公司自己管理 公司承担了投资风险 那么工人呢 反正到退休了 你拿钱就行了 所以这个方案的话 风险对于工人的风险 是比较小的 对于公司风险 是比较大 好 那么DC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 公司的话呢 就直接每个月呢 把钱打进什么 这个工人的 叫养老金账户里面 养老金账户 然后呢 这个账户管理的话 是由谁呢 由工人自己来决定 所以此时的话 工人怎么样 bear了一个投资的风险 那么到退休的时候的话 拿多拿少 看你的什么 偷的好不好 偷的好不好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 公司呢 也不会完全撒手 他呢会给你一个选项 比方说 他会联络 10个大型基金 给你10个选项 就是说 你可以怎么配置 这些基金 也还不错 以前我们公司啊 他那个就 我们的这个 养老金呢 就是 我们都是DC plan DC plan 然后呢 就给了两个选择 一个呢 是这个 一个是招商证券 一个是南方证券 基金好像是 我记得是啊 就是就两个选择 然后呢 看你怎么配置 你37198255都可以随你 就两个 就两个选择 那么这些钱呢 是放在养老金账户里面 由你自己支配 但是你钱不能取出来 你要到什么 退休之后的话 这个钱才可以取出来 好 那么其实很有意思 我们当时就看这个养老金账户 就发现 做了五年还是八年 之后的话 就账户呢 净值从一块钱 变成了一块零三分 一块零三分 然后呢 这帮这个经理的话 就跑过来跟我们解释了 说哎呀 因为市场不好 所以呢 这个 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啊 先从宏观开始 群出经济 发生什么变动 发生了黑田园事件 有什么风险存在 我们一边听一边想 好像我讲的比你好 这个东西 你还跟我分析这个东西 哎 就是这个情况了 就是 好啊 那么这是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方案 所以呢 这边你看 它是一个DC plan 所以呢 该公司就给客户 就给雇员提供了 选择有十个大型的 这个分散化基金 让你来选择 选择 好 那么呢 也包括这十个里面 有一个是他们公司 自己的一个基金 公司自己的一个基金 好 那么再往下 那么第一呢 他的计划呢 要把他的钱呢 分配到五个养老金的基金里面 也想买一点自己公司家的基金 好 那么这时候就很算了 在担心的时候啊 他是不是需要向客户披露他这么一个持仓 有没有必要 我个人的养老金账户 要不要向客户披露啊 要不要披露 各位想一下 我们有什么东西是需要向客户披露的啊 标的公司职仓对不对 标的公司职仓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话 如果我自己的养老金 我自己的 先说啊 我自己的养老金账户 如果不是标的公司 有没有必要去 有没有必要去披露啊 没有必要 那么如果是标的公司的话 你想我是一个大型基金 没有必要去披露啊 也没有必要 所以综上所述的话 不管是不是标的公司 我都没有必要去披露 所以什么 这时候他不用去管 他不用担心要披露的问题 好 怎么说啊 他说呢 这一条的话 并不会要求主人公 去披露他个人的 或养老金账户披露 不必要求 好 那么再往下 看哦 看这题目啊 他说呢 Jasmine的话 是一个这个初级的研究分析师 在H&H公司 好 然后呢 该公司是一个同时做券商 合作投行的 一个混液进行的公司 好 然后该公司的一个兼并收购部啊 为ABC公司已经服务了超过十年了 好 那么两个H&H公司的高管呢 同时担任了ABC下属子公司的董事会的席位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Jasmine主人公被要求 为ABC公司写一份研报 那么他最好的一个action应该怎么来做呢 A呢是说 他可以写这份报告 但是呢 只能够表达 但是呢 不能够表达观点 只能够写事实 因为呢 两家公司间有特殊的联系在里面 B呢 是说啊 Jasmine的话 不能够写这份研报 因为呢 双方有关系在里面 C呢 是说 Jasmine是可以写的 只要他披露这个关系就可以 我们说是什么 是C 只要披露关系就可以 OK啊 好 那么B呢 是说不能写 这是没有必要的 A呢 说只能够表达意见 只能够写事实 这也是没有必要的 就是 但是呢 这个是这个 做法 我解释一下 就是有些时候啊 我们比方说我们写研报 为了避嫌 为了避嫌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只提供事实 不提供观点 就是我把它的研报啊 我把这公司的财报啊 把它的过往的交易记录啊 它面临的情况 全部进去罗列一遍 但是呢 我自己没有任何观点 就是把 就等于想把事实凑成一堆 让你看一看 就结束了 这是种做法 就是如果想完全避嫌的话 也是种做法 但是 在CF这边说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你只要disclose的话 你应该怎么写 还是怎么写 OK吧 好 那么下面讲6B 讲Priority of Transaction 这一条话 注意啊 和我们前面 Fair Dealing的话 又把它区分开来 区分开来 注意 上面这条的话 Fair Dealing是指 客户跟客户之间的 客户和客户之间的 那么如果是Priority of Transaction 它指的是客户 雇主 和我自己 客户 雇主和自己 咱们这 这么三个基金 三个基金 三个对象 三个对象 好了 看一下 Priority 指交易的优先顺序 那么毫无疑问 你想 客户 雇主 自己 谁先交易啊 客户先交易 在呢 雇主 在呢 自己 所以是 一定是客户优先 再是雇主 再是自己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大哥五角星 客户优先于 这个 这个雇主 优先于你个人 本章最大考点 大哥 信号键 本章最大的 这个溢错点 好 第一个 他会这么说 你想 比方说当前 我呢 给客户 发出了一个 seal的recommendation 建议卖出 好 然后呢 我上午 建议卖出 我下午呢 就开始为雇主交易 然后呢 第二天早上 我开始为自己交易 这样做行不行呢 我们说是不行的 注意 这个窗口期啊 必须留的足够充分 这个窗口期啊 window period 必须足够充分 一般我们认为啊 你起码在一周以上 你先告诉客户 留一周的时间出来 让客户先交易 然后呢 你再什么 给雇主交易 然后呢 再给自己交易 没问题啊 好 那么注意啊 在很多考试和题目里面的话 雇主可能没有交易的需求 所以呢 如果题目是这么出的 他说 先让客户交易 一周以后 我开始自己交易 这也是可以的 没有记得雇主说明 就默认啊 雇主是没有交易需求的 是没问题的 所以考点的重点在于说 客户必须有一个足够的窗口期 那么下面呢 就曾经是到真题啊 那就是说呢 我呢 先发出了这个 先发出了这个 recommendation 然后呢 七分钟以后 我就开始为自己买入了 这明显是个billation 太短了时间 不行的 窗口期一周以上 一周以上 好 那么这个是最主要的 那么下面呢 这边还有一个是在这里啊 打个小购 叫aligned interest 叫aligned interest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解释一下 这也是 应该说也是一个易错点啊 aligned interest 这就是指啊 我当前 比方说啊 我是为客户来管理资金的 客户说呢 你让我们投 对不对 那么你自己必须把你的钱也拿出来 跟我们一起投 你证明你是有资金的 好 这叫aligned interest 好 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协会说了 那既然客户要求嘛 那么你可以用什么 跟客户同时投资 那客户要求 那你没有必要等客户先交易往再投资嘛 但是有一个有有前提条件啊 就是说如果是流动性 如果是流动性比较好的产品的话 比方说国债 好的产品的话 比方说国债 比方说一些大型 大盘的拦执股 large cap 一些stock 这些呢 比方说你们同时交易是没问题的 因为你的交易并不会影响什么 这个市场的价格 但是如果是流动性很差的一些产品 比方说 他说一些什么limited trade的 一些stock 或者什么illiquid的 一些stock 就是如果流动性很差的这些产品的话 注意了 你必须让客户先交易 要客户来先交易 因为你的交易价格会影响整个市场 使客户没什么损失 所以注意一下 以流动性来区分 怎么看呢 就是比方说国债 大盘股票 同时交易 如果是那种什么流动性很差的 这个交易量很小的 或者说有次叫做thinly traded thin thinly traded 就是交易非常薄弱的 这类交易的股票的话 应该让客户先交易 再点注意一下 ok啊 好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需要跟各位提一下 行的 那就是这个家庭账户跟亲密家庭账户 昨天我们分析过了 什么 就说如果你是家庭账户的话 我们再回忆一下啊 家庭账户的话 是父母兄弟的账户 然后呢 什么情况下 我们认为他是分析师个人账户啊 要么是不正常的交费 对吧 non-normal fee paying 或者呢 你是你代理为什么 是beneficial owner 你跟这个账户所有人是什么 分成的 你是被认为是账户的受益人 那么此时的话呢 这账户被认为是分析师个人账户 要放在最后交易 放在最后交易 好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叫什么 叫亲密家庭关系 就是夫妻账户 或者说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的 人的账户的话 也是从分析师个人账户 要放在最后交易的 ok啊 这两个 好 好 那么就没有了 我们来看一下case题啊 这边一共是有五个case题 好 看第一个啊 他说呢 long是一个研究分析师啊 然后呢 他postpone了 他延后了他的一个关于买入一个股票的建议啊 的发布时间 因为呢 他想先给自己买入 有问题 你必须要如实 对吧 这个发送这个报告 然后呢 让客户先买入 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不行了 那么第二个 他说呢 B同学的话 B同学 他的 他的先生啊 在这边是开个账户的啊 然后呢 在分配热门股的时候的话 他呢 会优先给他先生的账户 先分配 then再是其他客户 也是错的 亲密家庭关系 视同个人账户 要放在最后交易 好 这是第二个 看第三个 M同学呢 目前呢 他是过着一个奢华的生活 但是呢 他的工资又非常低 他呢 是一个投行的员工啊 同时为研发部和投行部工作 好 再往下 他们公司老大呢 做了个独立调查 发现呢 主人公M同学呢 他呢 经常做老鼠舱 叫front running 老鼠舱 然后呢 就是M呢 同时啊 还拒绝完成他记录的 个人持舱的一个报告 三个问题 都是错的吧 都是有问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呢 你想啊 一个员工 能不能够同时 serve research和IBD啊 我们说是不允许的 对吧 我们说过两个部门之间 必须存在防火墙 所以这哥们的话 既做research 又做IBD的话 明显是有问题的 太容易什么 发生内幕交易 这个情况在里面了 太容易了 这个是不行的 这第一个 那么第二的话 这边叫做一个front running 这个词什么意思呢 叫做老鼠舱 就是我发现当前呢 可能有个大单进来 然后呢 我先下个买单 然后呢 等我买完了 那么大的买单 在实现之后呢 那么事实上就上升了 我再把我的卖单 我的买单给卖掉 我就赚钱了 这叫front runner 抢跑老鼠舱 好 那么第三个 M呢 他说拒绝完成 个人的交易 个人的交易披露 注意这是违规的 我们前面讲过 你必须怎么样 定期向雇主 披露你个人的全部 持床情况 一般是一个季度 也可以是半年 也可以是一个月 这是可以的 注意要求的话 如果你不做的话 是一个违规 这是个violet 好 那么这还是比较清晰的 所以呢 就是说另外一个的话 你想啊 M的老板 注意了 如果他是第一次M的话 拒绝完成这个报告的话 那么老板还OK 但如果M的话 他持续的拒绝完成 季度的个人职舱报告的话 那他老板是有问题的 因为员工拒绝完成这个报告的话 说明什么 有潜在风险在里面 你容忍一次的话 就为什么 义务带来了风险 你应该及时发现这个问题 进行调查 就是说 这个没有明确说明 他是拒绝几次 所以不好判断 但是呢 从大概率讲的话 这哥们应该不是第一次了 因为他是过着奢华的生活 这种老鼠的话 已经干了很多次了 已经是 好 再往下看第四个case 前面讲过 他说呢 在发布了seal这个建议 七分钟以后 那么他就为雇主买入了交易 那么这是错的 你必须先让客户交易 必须时间呢 要周期在一周以上 好 第五个case 这个T同学啊 是E公司的一个这个经经理 或者说一个投资顾问了 然后呢 他呢 为公司 他呢 为一些公司啊 来管理一些养老金资产 也包含了他父母的一个公司 好 再往下 那么当IPO的 当IPO 也有些想推出IPO的时候呢 他会优先把这些股份 分配给到其他的那些客户 然后呢 只有当还有盛的时候的话 他才会分配给他的父母的一个账户 他这么做呢 是因为他担心有人说 他会这个额外的偏向他的父母账户 那我们说啊 这个什么有必要的啊 注意 这个题目里面的话 如果说他的父母是 Normal fee paying账户的话 是侍同一般客户的 此时的话 他不能够歧视父母账户 应该一视同仁 如果父母账户的话 属于是 Non-Normal fee paying的话 那么此时的话 他应该把父母作为个人账户 放在最后 那他做法就没错的 所以这题目是说 如果是free paying的话 此时的话呢 他的父母怎么样 应该就是一视同仁的 OK啊 这就辨析在里面 那么题杆其实也没有说 是Normal fee paying 还是Non-Normal fee paying 没有说啊 所以我们还是 把它保留个疑问在这边 就是你必须有两种情况 如果是free paying的话 那么此时的话 那就是一般客户 如果他是non-fee paying的话 那就是个人账户 你要放在最后交易 这样的一个辨析 好 那么这边就讲完了 全部的priority的一个部分 下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referral fee 这一条 好 这一条先说 什么叫做referral fee呢 非常简单 茫茫人海之中 有两个人 对吧 他们相互不认识 但是呢 你作为中介 把他们什么 介绍认识了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说你把A推荐给到B呢 你会向B呢 是收取一部分什么 推介费 推介费 这叫什么 叫referral fees 好 那么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 推介费的话 是谁出的呀 注意 是客户出的钱 所以你必须什么 向客户disclose 这个费的存在 以帮助客户评估 整个cost 并且呢 你会让客户知道说 你当前这个推荐的话 是不是有些偏 有些偏见在里面 你是为了个人利益的话 来帮他推荐 让客户来评估一下 这个东西 所以说 但凡看到的for fee 非常简单 就是什么 披露 就是披露 事先披露 OK啊 好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注意一下 比方说我当前 A 向B 披露个客户了 好 这个时候呢 那是A向客户来披露呢 还是B向客户来披露呢 注意了 bose 最好做法是bose 双方都应该告诉客户 A说 我跟你介绍给B的话 我是有费的 B说 你介绍给我的话 你这个A是有费的 注意啊 两边都披露是最合适的 那么前面 我们是说另外一个话题啊 就是说 如果我应该披露 而没有披露的话 除了违反这条 还会问到一条 违反了disclosure of conflict 对吧 disclosure of conflict 我们说有四个部分的话 特别重视一下 一个是additional compensation 一个是referral fee 一个是flat fee 一个是代理投票权 proxy voting 这四个东西的话 都必须要去披露的 应该披露 而没有披露 除了违反自己那条以外呢 还违反什么 disclosure of conflict 我们前面写过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么再往下就没了 那么这边呢 我们通过题啊 来感觉一下 他说什么东西 这边一共是有 也不多啊 五个case题 好 第一个啊 这个bsi 是一个券商公司 然后呢 他和albl之间 有一个相互referral的 一个协议 好 那么albl的话 是一个资讯公司 所以呢 这个bsi的话 会把一些这个潜在客户 给到albl 来换取对方的研究服务 和一些commission business 各位注意一下 我现在呢 双方结算 并不是用钱 而是呢 对方会给我些什么 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的话 是referral fee吗 注意也是referral fee ok啊 他也是一种referral fee ok啊 好 所以说 fee啊 在协会这边的话 他不光是钱 你给我提供的服务 你给我的其他的安排 好处 都认为是referral fee 都认为是referral fee 好 我来看完啊 这个maxwell公司的话 这个联系了W W是albl公司的partner 然后呢 说啊 他们希望呢 由albl来作为他们这个 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人 那么是bsi公司的Howard来推荐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怀特很高兴 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但是呢 并没有披露 他们存在referral这个安排 是错的 我们说过 双方都应该披露 哪怕你是被推荐方 你也应该披露这个事情 是错的 好 那么关于这个 我们刚刚说这个 这个时候这个 这个费是什么定义啊 我们再举个案例啊 是这样子的 他是说呢 我当前属于这个 呃 我呢 大学毕业啊 跟我的很多好朋友呢 平时工作上有联系 我们都是这个 这个叫职业人士吧 我是分析师 那么可能小B小C 那么他们是会计师啊 律师啊 财务师啊 等等 平时呢 会在经常会在一起玩 玩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偶尔怎么样呢 会相互推荐客户 当我推荐的时候呢 我们会在墙上呢 留一个表格 把人名写上去啊 小A小B小C ABCD写完 然后呢 当你给另外一个人啊 推荐个客户的时候呢 会在墙上呢 会留一面小红旗 留一面小红旗 好 那么下面就告诉 就问大家了 这面小红旗 要不要告诉客户呢 这是不是referral fee呢 是不是referral fee 注意啊 它是一种referral fee 因为这面小红旗什么 是用于结算 用于结算的 你欠我三个人情 或者说我欠你三个人情 我们必须怎么样 要相互拉平 红旗怎么样 就代表一个人情在里面 所以你要什么 进行一个结算 你必须告诉客户 你说我帮你推荐过去 对吧 我就在墙上 多一面小红旗 那么你判断一下 我会不会用一面小红旗 来充满你的利益 这样子 好 所以说这个feel 不光是钱 它可以是任何东西 只要用于结算的话 就注意了 它就是什么 一种referral fee 好 那下面第二个case的话 那么H是为CTB银行的 信托部工作 然后此时的话 银行有规定 他们如果把客户推荐给到 券商部或者私人财富管理部的话 他们会收到一份referral fee 收到compensation 好 那么他就把几个客户 就推荐给了私人财富管理部 但是并没有披露 这么一个安排 那么我们说你怎么样打个岔 你必须要披露的 哪怕你是公司 你是同一家公司 内部相互referral 也必须更高 因为最终这个费的话 是客户来支付的 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case Roberts 他是KI公司 为高净值客户服务的这么一个投资经理 然后呢 他们有很大一块的经济业务 是给到他的同学 大学同学的公司 叫NI公司来做的 然后呢 NI公司的话呢 作为回报 就给了一些没什么用的一些研究报告 not so useful 没啥用的研究报告 好 但实际上呢 in return的话呢 NI公司的话 会把他们最好的一些客户 会推荐给到Roberts 好 那么这个安排的话 并没有向双方披露过 好 问这个要不要披露啊 要披露的 OK 你给我客户也是什么 一种referral fee 也是用referral fee 好 这是第四 第三个 看第四个 然后啊 B呢 是为hi公司工作的 作为一个投资经理 同时呢 他还是 他学校 他孩子的学校的 一个投资委员会的 一个member成员 你看 国外的父母也挺拼的吧 对吧 不光是中国父母很拼啊 好 然后呢 学校呢 正打算要raise 募集些新资金 来建设些新的设备 于是呢 B就想了一个方案 出来 他说呢 就是说 呃 当前的话 如果孩子的家长啊 学生家长 给他们公司 referral客户的话呢 那么就会有一份referral fee 这份fee呢 会捐赠出来 给到学校 来购买什么 新的设备 这样子 好 那么 然后呢 这个方案呢 得到了双方的共同同意 就是h公司的上司 同意了 学校的董事会 也同意了 好 那么再往下 那么B呢 就写了个ips 在其中的话呢 他还清晰的讨论了说 这个安排referral fee的一个存在 啊 然后呢 就然后呢 就是在业务开始之后的话 他也确实把referral fee的话 怎么样 就收到 给到 给到 就学校了 那问的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B的做法有没有问题呢 没问题 他是披露了就可以 注意啊 他叫披露就可以 好 这是第四个 好 看第五个啊 这个A同学的话 那么他呢 被一个养老基金的sponsor 就是发起人联系了 然后呢 要求他来选择 一些比较合适的 一些经理 来帮这个基金呢 来管理他们的这个基金啊 然后呢 OI呢 被选上了 因为呢 他过往的时候的话 有非常不错的历史表现 业绩表现 好 然后呢 这个随后的话 这个A同学啊 便发现啊 他收了AI公司的贿赂 kickback 贿赂回扣 同时还收了一些 其他经理的回扣 好 然后呢 这sponsor 就做了个独立调查 然后呢 确认是说 OI公司的 这个推荐本身 是客观和合适的 尽管呢 他是给了贿赂给到A 好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 第一个 客户的利益被伤害到了吗 购物也没有被伤害到 没有被伤害到 为什么啊 因为这个推荐本身是合适的 我们是说过 是说 如果小A给我一份贿赂 比方说有ABC三个候选人 A是最好的 A还给我一笔 还给我一笔贿赂 所以我跟A之间怎么样 就我啊 我跟A之间会怎么样 我们双方共同违反了什么 叫独立客观性嘛 对吧 此时的话 我是因为这么钱 可能推荐你了 但是注意啊 客户本身怎么样 没有受到伤害 因为A怎么样 事实上是最好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 A本身呢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费用 这个费用的话 怎么样 他必须进行披露 必须披露 就是说 其实呢 这个kickback 这个回扣的话 就是什么 一种referral fee 是一个意思 就是个险费 他必须是什么 要告知雇主 告知客户的 好 那么这个是第五case 好 下面我们来看到 这个例题啊 当前的话 FB主人公CFA 那么他是VCB银行 那个分析师 然后呢 B呢 最近啊 因为向该银行的券商部 和私人财富管理部 推荐客户 而收到了一些啊 compensation 一些好处 好 那么他最近referral呢 都是一些长期客户 是来自于他老东家的 大家很棒 对吧 把老东家的客户的话 referral给到他当前的 本公司的一些 其他部门了 然后呢 在推荐的时候的话 主人公B的话 并没有提到 没有提到 当前有些referral的安排在里面 那么我只是说 他的做法 是不是违反了 协会的规创制度呢 那么肯定是违反了 好 那么有B和C两条 一是你违反了不当陈述 二是你违反了利益冲突 违反了哪一条 违反了利益冲突 对吧 很明确 因为你是referral fee referral fee的话 是属于利益冲突这一条 把C选出来 好 然后我们看第七大条 第七大条 好 第七大条的话 你是身为会员和考生的责任 那么这一部分呢 分成两条 分成两条 一个呢 是你身为会员和考生的行为上 你要注意的 其什么 就是说你考试 不要作弊 不要作弊 好 那么另外的话 是说 当你成为协会的成员之后的话 那么你如何使用CFA这个logo 那么给你一个限定 两条 那么看第一条 你身为会员和考生的一个责任 一个 那他说呢 你必须要保持诚信啊 保持什么 有要为CFA的这个项目 你要保持诚信 保持这有效 保持安全 这些 就是说你不能作弊吧 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下面 这边呢 就说no cheating no cheating 不能作弊 然后再往下 这些都是看一看就过去了 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东西啊 注意 这边打个小购 注意一下 他是说呢 注意了 你不能够泄露跟考试相关的主题和内容 然后呢 但是你可以表达你对于考试的观点是可以的 观点可以表达 比方说我认为CFA太无聊了 这么说没问题 我很讨厌CFA也没问题 但你们这种时候你说啊 本次考试考了这么多的SX 我好讨厌CFA啊 这就不行了 没问题啊 好 那么下面呢我们根据这个例题啊 我们来把这个内容呢 完全来掌握一下啊 好 第一个题目的话 他说呢 n呢 他是作为CFA考试的个寻考官 然后呢 在一次考试的时候的话 他呢 事先在考试前一晚 就已经收到了二级考试的题目了 然后呢 他把这些信息就给到了两个考生 让他们用来复习 这不行的吧 对吧 太明确了 对吧 他是把考题这些泄露 这是不允许的啊 第一个啊 不能泄入考试机密 第二个的话 他说呢 在进入二级考场之前的话 S主人公的话 把公式呢 写在了手掌上 在考试 在下午考试的时候的话 一个寻考官注意到 主人公经常在看手心 于是呢 就要求看他的手心 发现了有公式 那么什么是作弊吧 很明确 好 这边注意一下 他这边是说啊 这公式的话 to be readable 发现一个可辨认的公式 那么如果是unreadable呢 比方说这哥们太紧张了 有很多手汗 公式已经模糊掉了 啥也看不清楚了 此时还是作弊吗 怎么能摇头呢 此时还是作弊吗 对不对 你还是作弊吗 这个事儿是 毫无疑问啊 还是作弊啊 好 注意啊 这个我们说一下 这个寻考官啊 对于这个考试作弊啊 是非常敏感的啊 而且他非常严谨 一个真实案例啊 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 曾经跟我们老师 这么沟通啊 说说呢 被协会发现作弊了 作弊之后呢 就会 协会去说 就给你发一封通告函 说发现作弊 当前考试成绩取消 未来三年不许考试 那么他很冤枉说 没有啊 我没有作弊啊 我都是好好的考试啊 然后呢 就反复去跟协会申诉 那么协会就提供了 一份寻考官现场的一份笔录 写什么呢 这个认识这么小 他在说呢 我发现某考生 在什么什么时候 把他几点几分 侧头看旁边的桌子 看了几秒 然后呢 又在几点几分 他又侧头看对方的桌子 看了多少秒 为了防止 我有一些偏物在里面 我呢 就站到他的旁边 站了几分钟 我发现 他没有发生过 头偏这个事实 好 然后呢 为了防止个人的偏物呢 又拉了另外一个 这个循环观 在另外一个角度 发现一看 这哥们又在几分几秒 侧头看旁边的桌子 看了几秒钟时间 好 以上的话 就是一个报告 由于报告太详细了 太细节了 你就发现怎么样 这哥们 极大概率什么 去试试作弊了 这个问题 那么他既然这么硬 对吧 硬脖子 说我这个 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么再次确认试作弊的话 那么肯定是加重处分 那么最后是判五年 还是以后都不许考验 也不知道 反正这个正式案例 跟我说一下 说一下 好 那么第三个案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在CFA上午考试结束的时候 然后 寻考官就宣布 所有考生 停笔 不许写了 然后 John Davis的话 继续再写 继续再写 然后 他继续写 直到被第一次警告之后 才把笔放下来 直到第二次被警告之后 才把笔放下来 毫无疑问 此时的话是一个valid 注意啊 今天考试的话 已经没有警告一说了 你写吧 协会呢 这个考试呢 也不会来烦你的 你写你的 他看看你的中考证 把号码一填 你作弊 结束了 这件事情就是 当场考试成绩取消 成绩取消 这样子 所以说呢 考试成绩结束 一定要放笔 还有另外一个习惯 有同学很不好的习惯 可能以前是考英语的时候 学来的 就是说 心动方案 以前不是说吗 你拿到托付卷子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封 封好的卷子 low成一个空 low空 就鼓成一个桥状 里面不是可以看到 内容的吗 懂我意思吗 就是封好的东西 把它鼓成一个 怎么说啊 就是变成一个空心状 变成空心状 然后呢 你可以偷看里面的内容 对对 就那意思啊 可以偷看里面的内容 内容 这个可能托付不管 但是CEP是严厉禁止的 你这么一看的话 当场考试成绩取消 取消 不允许看的啊 所以说 你要严格遵守 考场纪律啊 一定不能这个 自己啊 这个胡思乱想啊 想一种方案出来 是不行的啊 好 然后再往下 那么第四CASE的话 他说呢 在完成二级考试以后的话 R同学的话 就在博客上 写的如下的话啊 看一下 第一句话 他说考试很难 但很公平 可以吗 可以的 是opinion 没问题的啊 那么第二个 他说I think 我认为呢 我在衍生品上 做得非常好 这话能说吗 注意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十门课都会出现 十门课都会出现 不存在哪一次考试 说我少考一门 不存在的 十门课都会出现的 ok啊 然后再说呢 there are tons of them 好多衍生品题目的话 这也没问题了 因为他没有这些数字了 ok啊 好 再往下 我think了一下 有十八道题目 好 注意啊 如果你是一级考试的话 这么说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一级考试权重 是明确告诉你的 衍生品的话 比方说是10%的权 假设啊 知识的权重 那么他什么 一共是240题 那么他一旧是24题 这是没问题的 这是可以说的 这是ok的 但是如果是二三级考试的话 你是不能这么说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二三级的话 它全是个range 比方说 你这些考试是5%到10% 所以此时的话 你是不可以什么 把题目数字给修入出来的 ok啊 注意一下 这部分的话 这边还是ok的 咱们是一级考试的 好 那么再往下 他说呢 ethics题目的话 非常难 可以的 可以的 那么再往下 我很开心呢 我花了很多时间 在什么 code和sendals上面 行不行 也ok嘛 因为 sx考试不就是考sendals 这人人都知道 对吧 这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再往下 I was surprised 我很惊讶看到说 对于IPO的分配的话 没有任何的题目 打个插 这不行 你泄露了具体考试内容了 这不允许的 ok啊 我本来预计还会有一些 这个无所谓 所以这边的话 最后这句话的话 是有问题的 那么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二三级考试的话 你数字出来 也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好 那么协会呢 曾经考试题目 很难 他这么考的 他说呢 他说我的导师 我的大学导师 是CFA的出题人 然后呢 某天晚上 我就询问我的导师说 我应该如何来复习CFA 好 那我的导师告诉我说 你没有必要去看 其以其权 exotic option 叫其以其权 好 问 那么就是说 我的导师 是不是违反了规定 对吧 地球人都说 你违反了规定 肯定违反了嘛 但其实没有违反 那为什么呢 因为CFA考试 真的不考其以其权 他不讲这个东西的 所以不在里面 然后呢 考试认为是说 在这个教科书上 我们已经明确写明了 所有的范围 没有包含这个部分 所以呢 他不算错 那么这题目呢 实在太难了 太难了 所以呢 以后呢 就再也不会出这样的题目了 所以现在的话 都是一个比较清晰的告证 说 你反正你学完事迹了 一看这个部分的话 属于考试泄露的话 还是比较清晰的 比方说 我们说衍生品 考了个公式 我发现 这个考试好难啊 这公式 我都不会做 错了 你不能泄露 具体的考试的范围和内容 是不允许的 OK了 好 看第五case 第五case 当前呢 说呢 在完成CFA考试 一级考试 一周以后的话 然后呢 G和几个同学 就开始进行讨论 讨论什么东西呢 他们在个论坛上 讨论说 哪些题目是最有challenge的 最难的 并试图呢 讨论出一个正确答案出来 行不行 打个X 绝对不允许讨论 你们私下也不要讨论 就是你离开考场以后 就不能够口头或书面 泄露考试信息 所以有一点 比方说 你们有几个朋友一起考试的 然后离开考场的时候 很开心 哇 这题目好简单哦 来来来 我们把题目来对一对答案 注意了 你看看 那个白胡子老爷爷 白胡子老爷爷 是不是在你身后 他一看 讨论题目完蛋了 你们两个一起作弊 结束这个事情 OK啊 在考场里面的话 就不要去讨论题目了 离开考场 也不要讨论题目了 考完就结束了 对不对 好 看第六个case 他说呢 是在完成CFA考试 一周一天以后的话 CFA for sure 一家培训机构 就给所有客户 发了一封邮件 请他们share一下 他们就发现 哪些考试题目是最难的 好 那么呢 NP同学的话 就email回复了 总结了一下 他认为最难的题目 此时有微微吗 有违规的 你不可以任何情况下 泄露考试题目 是不允许的 好 然后呢 看一下第七个 第七个是说 在给WW同学 在给CFA考试 打分之前呢 他是打分官 打分之前呢 他是签了一个保密协议的 他呢 会承诺说 不会泄露任何跟考试相关内容 好 那么在完成评分以后呢 他就告诉了朋友说 哪些是考试考生中 那些这个 哪些考生是他评分的 还讨论了答案 以及呢 说这个 哪些这个 哪些题目是 很少有考生是答对的 都是错的吧 跟考试内容相关 他是不给批诺的 不给批诺的 好 那么第八和第九两个case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总结 注意了 我们说啊 你不能够利用协会的官方身份 为自己谋取私人和商业利益 不允许的 因为很多协会身份的话 属于志愿者 属于志愿者 你只能为协会服务 不可以借此谋取个人利益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 JR的话呢 是一个这个投资关系顾问 为一些小公司工作 那么他的工作目的什么 就是为小公司增加曝光度 增加曝光度啊 好 那么这些小公司呢 都希望能够寻求更大的exposure 好 然后呢 他本身呢 又是当地CFA协会的一个会长 于是呢 R呢 就专门只安排自己的客户的公司 在整个协会的年会上来做presentation 从来不安排其他的公司上台讲话 这是不行的 利用协会的特殊身份 为自己谋取商业利益 是不允许的 好 那么再往下 第九个 好 然后呢 这个M同学的话 他呢 是担任CFA Gibs的一个职委会的成员 然后呢 MW的话 就对于整个的这个Gibs的标准啊 有非常啊 这个精深的认识啊 也包含未来Gibs的话 会怎么来这个修订整个条款啊 好 那么再往下 那么呢 那这个主人公呢 就告诉客户说呢 他的职位的身份 能够帮助他啊 使他更好的帮助客户 使他们呢 能够符合当前Gibs的未来的变化 注意 这个也是不行的 为什么啊 你想啊 他的职位的身份 能够使他更好的帮助客户 来符合Gibs的一个变化 什么意思啊 就是等于是私下的告诉客户 你应该怎么来应对Gibs的变化呗 这是不允许的 等于什么 用特殊身份来谋取个人级商业利益 这也是什么 一个violet 也是不允许的 好 那么最后来做到题目啊 这个A和B呢 完成了C非的考试 然后呢 他们在大门处见面了 大门处见面了 好 A说呢 大部分考生都花了比C非所见的时间 更长的时间 能不能说 可以说 对吧 这是跟考试内容无关的东西 你考试时长吗 或者考试准备时间吗 无所谓 B说呢 说我很惊讶看到本次考试 没有考到BSM公式 查 不行的 任何的具体内容化 你是禁止披露的 好 那么我也是说 谁最可能违反了协会的规章制度 咱们说就是B B B违反了 好 那么说是4B 我们正好是4点 我们再休息一下 然后呢我们把最后的内容讲完 再把